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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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信眾大家平安 歡迎來到行天宮漢語讀經班 我們現在進行的是 霍洛靈觀 靈印真經的課程 那在進入今天的經文之前 那有一句經文跟大家來分享 所以跟大家分享的經文是出自於 玉皇上帝宏慈 《舊節寶經》裡面的一句話 推己及人 止於至善 則聖賢先佛滋味可其 災殃禍患之凶能免 這句經文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 發揮愛心幫助別人 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道德涵養 並能夠達到真誠美善的境界 將來更有機會可以獲得聖賢先佛的果位 而這個社會也因為我們的無私付出 更加祥和快樂 那請各位我們接下來看 靈印真經的經文 天ゴ温怪苗 天ゴ温怪苗 怪苗畫閉頂 怪妙化鼻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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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悟嘴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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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筍磚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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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悟嘴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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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复习一遍 轻悟温怪苗 轻悟温怪苗 怪苗画美顶 怪苗画美顶 轻悟吹心酱 轻悟吹心酱 台影顺专轮 台影顺专轮 轻悟温怪苗 轻悟温怪苗 甘悟穹雷丁 甘悟穹雷丁 这一段的经文是叙述说 王恩祖非常的灵验 如果我们诚心的祈祷王恩祖庇佑 潜无焚怪苗 焚怪苗的意思是说如果百姓 我们的乡里的庙宇 被金怪妖邪所占据了 假冒神灵而鱼肉百姓 那王恩祖便会降下雷火 来焚毁妖魔所占据的庙宇 这叫潜无焚怪苗 怪苗化为成 那王恩祖还有另外的庇佑 比如说如果孕妇在面临怀孕生产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难产的情况出现 真心祈祷王恩祖庇佑 那王恩祖便会施展法力 庇佑母子啊生产过程 平安顺利 母子均安 那第三点这里提到说 如果有人祈求王恩祖 要诛杀为非作歹 十二不赦的恶人 这些坏人 所以这里说 潜无杀法者 所谓杀法者就是说 处罚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 那王恩祖便会显灵 以愤怒的模样 展现雷霆之威 加以制裁这些十二不赦的恶人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说 胎运啊 顺转轮 为什么要用转轮这两个字 我们说顺产跟难产的差别是什么 所以顺产就是 头下脚上 这是一般人如果顺利生产的话 那难产呢那就颠倒了 就是头上脚下的情况 以前遇到难产 那这个没有办法手术啊 那这就祈求神明保佑 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说 胎运顺转轮 我要跟各位解释 转轮的意思 我们知道十殿严罗最后一殿是哪一殿 转轮王 那转轮王他的职责是什么 他就是面对这些世人 这些罪鬼亡魂 那判了罪之后 那判了罪之后 依你的罪服 来评断你要怎么往生 要走哪个桥 所以他桥有分很多种 不是只有奈何桥一种 他有金桥 银桥 玉桥 石桥 木桥跟奈何桥 看你过去世 是做了哪些好事还是坏事 经过一个程序的审判之后 然后转轮王这边 轮回转世 所以转轮王啊 他也很尊敬 你为人在世的时候 礼颂佛法 尊敬三宝的人 你到了这个地方 你的鬼王魂 虽然到了这个地方 也备受礼遇 甚至转轮王都会出门来迎接你 但是转轮王啊 他这一殿 第十殿 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大家一定知道 叫欧望台 欧望台 一个酒在一个区 一个酒字旁在一个区 那个念欧 那是谁在管理这个地方 孟婆 一个神仙叫孟婆 那你要轮回转世的时候 一定要喝这个汤 其实孟婆汤 其实喝起来就像酒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叫欧望台 欧其实这个字就是一种酒的意思 喝了啊 会让你不省人事 但是 我们去翻一些资料 如果人往生到了地狱审判之后 你有一些 罪必须偿还的话 但是你在世有学过一些经典 比如说各位 你有学会诵经 你在十八层地狱的时候 你持经 你不会受到处罚 像他里面还说到 如果你有学易经的 或是会念咒的 那些鬼族是无法 处罚你的 那怎么办 你虽然你有诵经 你会持咒 你会易经 但是你过去是必须要受罚的 到了地狱之后 你到转轮王这边 他就会让你变成昆虫 一些 一些比较低等的动物 然后这些低等的动物啊 出事 一下子就回到地狱了 比如说虫啊 鸟类啦 鸟类啦 那些这些低等的动物 他让你轮回 再回到他这个地方的时候 目的是什么 要让你忘记 你曾经学过的这些 经书 咒语或易经 等到你忘记了之后 他会再来处罚你 所以在转轮王这里啊 他主要是让我们能够轮回转世 六道轮回里面 天 人 阿修罗 还是三恶道 地狱 恶鬼 或畜生道 这是跟大家来补充的部分 浅无催生者 胎运 顺转轮 这转轮的意思啊 其实他也是祈求生命保佑 生产顺利平安 那转轮我们能够来衍生的就是 关于十殿严罗里面最后一殿 人啊 要投胎转世 他是必须经过这转轮王的安排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天爆苦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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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过乡惊人 雷果香驚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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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我氣紅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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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魂界扁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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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我求靜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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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邊裡扁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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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我們來複習一遍 天我苦裡講 天我苦裡扁 雷果香驚靜 雷果香驚靜 天我氣紅魂 天我氣紅魂 紅魂界扁興 天我求靜觀 天我求靜觀 金邊裡扁興 這一段經文的解釋是說 四人信仰王恩主 如果誠心祈求王恩主庇佑 比如說希望祈求王恩主能夠驅死雷電 所以在這一段說 淺無驅雷者 那王恩主便會 響尋覽雷露 那如果喔 那如果四人啊 有希望王恩主庇佑 淺無起風雲 希望能夠王恩主捲起風雲 那王恩主便會號令雷布 即刻就会风起云涌 如果凡间的神明行为失当 向我来祈祷 世人向我来祈祷 我们知道王恩主是护法神 所以他这里说 浅无纠真观 纠正 真观是指 有两个说法 是指有受先知的神明 称为真观 有受指的 比如说福德正神 在道教正事的名称叫做 中央正位真观 土地大神 这是福德正神 他在道教的正事名称 所以真观 一个说法是指 有受先知 有受官知的神明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指道士 所以在这里应该是指说 如果凡间有一些神明行为失当 那世人向王恩主来祷告 他马上会捧着 玉皇上帝所赐给他的金边 来当面纠察纠正 这些行为失当的神明 所以这里说 浅无纠真观 金边立面成 这是在这一段的一个解释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千二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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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之后 千二棠 千一棠 万二棠 千二棠 千二棠 虎老eds 千二棠 坤狠 Tun cé 討厚心丹京 嬉悟地 臨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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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思解 臉恆 文师姐扁航 文师姐扁航 轻悟照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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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辱地尊五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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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这一段经文来复习一遍 轻悟起土吃 轻悟起土吃 脱红心丹经 轻悟地温吃 轻悟地温吃 文师姐扁航 轻悟照地讲 天悟照地讲 辱地尊五言 辱地尊五言 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是说 如果四人在遇到了 有需要修足挖掘 动土的这些事情 向完恩主来祈求庇佑 土皇在过去里面是指 管理土地的神明 土地的主管 还有三十六位的土皇 为后土皇神的下属神灵 称为土皇 所以如果有遇到需要动土 挖掘这些事情 祈求王恩主庇佑 那三十六位土皇 都会心惊胆战 为王恩主致命适从 世人如果遇到大型传染病 瘧疾影响世人的身体健康 诚心祈求王恩主 王恩主便会施展神力 立即降伏这些施行瘟疫的神明 所以在经书说 瘟失即便降 那在这一段的第三句是说 如果凡间的信众 有大型灾教的场合 比如说法会拜斗 这些大型灾教的场合 请求王恩主将众人的愿望 向上昌来禀报 上昌玉皇上帝 玉皇上帝会听到我所传达 便会立即恩准 所以在这一段说 浅无奏地者 玉帝准无言 王恩主非常的灵验 世人曾经的祈求 有关要动土的 或是在瘟疫的控制方面 或是我们在进行一些 宗教祈福法会的时候 王恩主也会领听我们诚心的祈求 这是这一段的解释 我针对这一段另外跟各位补充一下 在土皇这里有说 土皇有三十六位 天上的神明有三十六位天帝 那相对应 其实在道教的神明观里面 玉皇上帝是不是最大的 有些人可能还会搞不清楚 在道教的神明里面 一般来说 三清接下来就四玉 三清是道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三位神明 三清它象征的是一个自然无为的三位 原始天尊 领保天尊跟道德天尊 在过去我们常常讲三清 四玉 我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这四玉这个名词 四玉它所代表的就是 运作统帅天地的神明 三清既然是象征是一种自然无为的话 那你自然无为毕竟还要有人管理嘛 四玉这四个神明就是负责管理天地的神明 其中有一位就是 浩天至尊玉皇上帝 那这一位就是我们耳熟能讲的 玉皇上帝 天公众 浩天至尊玉皇上帝 那还有一位叫 中天子威北极大帝 中天子威北极大帝 这是四玉的其中一位 那还有一位叫 沟臣上宫天皇大帝 沟臣上宫天皇大帝 那另外一位 厚土厚土的象征 都一定都必定是女性的象征 所以四玉其中一位管理土地的叫做 成天效法厚土皇帝旗 这是厚土管理土地的至高无上的神明 这称为四玉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乌默董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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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为局地形 变为局地形 共你发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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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完救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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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欲幽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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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多处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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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营辞辟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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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辟 母乞计公民 好 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 乌莫董中时 变为玉帝心 供逆法逝丸 逝丸救众心 逆悠患者 金都水沾行 应收得行行 无乞计公民 这一段的解释是说 如果世人能够秉持着诚心 始终如意的态度 信仰王恩主 功臣之后 便能够名列先班 侍奉御航上帝 供如发誓愿 因此我特别在你们面前发下誓愿 这个誓愿是要来救度众生 誓愿救众生 但是乳若有犯者 我们有犯了过错 也就是我们读经的人 诵经的人或是信仰王恩主的人 有犯了过错 那便会受到刀斩 刀剑斩杀 我们的行体 这样的一个报应而死 金刀翠斩行 永受独行献 是说在地狱受到 诸般痛苦的刑罚 永远都没有办法 见到光明的天日 诵这一段经的时候 必须要严格来遵守 王恩主对我们的期待 不能够违背 王恩主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誓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逆欲自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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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减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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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减自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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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勢配莫君 英誼 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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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君 佩心借 妮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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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莫贼 佩莫贼 佩殑縣現行 我东受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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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好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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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忽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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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喜好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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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地现金行 贏地现金行 好我们这一段来复习一遍 欲喜自抚射 万欲喜人心 欲欲自抚射 欲喜配母君 正次乱活五音 念欲乎五借 念欲乎五借 我当所现行 不思乎我好 我不乎丹定 又是乎我好 针对这一段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是说如果你们自己 也是我们信众 如果自己违背了誓言 那便会遭受万劫不复 无法重新投胎为人 所以这里说万劫失人生 但是如果我若自负事 这里的我指的就是王恩主 如果是王恩主违背自己立下的誓愿 则会受到天谴 勇士配魔群 并被放逐到魔界之中 无法得到 接下来这一句话说 辱若奉武者 如果你们信仰我 我便会仔细的 请听你们的诉求 所以这里说 吴神侧耳听 勤心奉武者 这里有个勤啊 也就是勤劳的意思 跟勤劳是同样的意思 勤心奉武者 如果信众虔诚 并且用心的奉行 王恩主的教化 那无当素献行 王恩主便会立刻显圣 假若不是送念我的圣号 不是呼吾号 那我便不会降临 坛场之中 接受你们的祈求 无不服谈停 若是呼吾号 如果虔诚的呼唤 王恩主的圣号 那我便会 灵凡显胜庇佑众生 这是这一段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仁鬼五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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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茶周桶献 敬茶周桶献 土梧凶紧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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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四句我们来复习一遍 这四句的经文解释是说 王恩主他有特定的日子会下凡 所以在这里提到说 认鬼无降日 在农历的认跟鬼 这特殊的日子 是王恩主降临凡事的日子 是王恩主见察善恶的日期 信仰王恩主的民众 只要虔诚的祈祷 领受在心 永远不忘 受辞当要勤 并在这几天 准备清净的香名 澡汤焚烧桃木 作为供养 这是这一段的解释 这一段的解释提到了 王恩主降临的日子 供养王恩主 过去是以这个澡汤 香名香茶 桃木的一个形式 来供养神明 这让大家能够理解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 促页三万 促项三万 ands上 畢定要求成形 赛完救众心 有逆共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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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伯日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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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祁祁如万用上帝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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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这一段来复习一遍 共逆法适万 适万救众心 有逆共万日 董伯日先天 董伯日先天 祁祁如万用上帝路灵 祁祁如万用上帝路灵 好这一段就是 王恩主他誓愿 最后的一部分 所以在这里一个解释说 在此啊 王恩主再一次 与我们立下救度众生的誓愿 共如发誓愿 誓愿救度众生 予如公满日 等到我们啊 三千公满的时候 王恩主会陪同我们啊 一起步入先天之境 同登先吉 王恩主有这样一个誓愿 王恩主这样的誓愿 是尊奉哪一位神明的命令呢 最后就说啊 这是尊奉无始天尊 援揚上帝 祂的命令所发的誓言 好这是这一段的解释啊 那今天我们所上课 《灵印真经》的部分 在结束之前啊 跟大家分享全空师父的一段开释路 我们都知道人生可贵 希望世人都能够珍惜生命 但是有时候我们面对逆境时 也应该勇于挑战来渡过难关 不可因为一时的困境而失去斗志 甚至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 世界上有着各式各样的生物 其中以人类可以发展文明 留下历史 可见生而为人啊 是非常可贵 玄虹师父曾经开释过 海浦地的蝌蚪 蚂蚁 山里的鸟类 兽类 海里的鱼 数量是非常非常的多 一尾鱼有一条灵魂 在万万千千的生命当中 我们能够转世为人 能够获得人生 各位想一想 这是多么高贵 多么好命啊 我们要感谢天地父母 拥有生命是很大的福气 活着永远都有希望 在人生的路上 遇到困境考验的时候 我们除了自我勉励以外 也要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 也可以向别人寻求协助 不要不好意思开口 每个人都会有困难 我们可以寻求别人的协助 才能够找到对的方向 也会发现这个世界 充满耀眼的阳光 那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 各位请临序 请临序 文竹公 保障 境内 以及区 请临序 幸福 实服 保障 境内 以及区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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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